大家好 这里是新闻观察 我是小金 时间进入了2022年 北京冬奥即将在下个月4日登场 但是因为这些年中共当局的新疆 西藏人权问题 以及对香港的强力镇压 导致多个国家将以外交抵制的方式 聚派相关政府官员出席 继2008年北京主办夏季奥运后 这次再度成为奥运的主办城市 对于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府来说 冬奥又可以再一次 向世界展示中共雄厚经济势力 当然不会错过为自己涂纸抹粉的机会 而由美国白宫发起的抵制北京冬奥 引发全球关注 据统计宣布抵制的国家 包含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立陶宛 爱沙尼亚、科索沃、比利时、日本等 奥地利及纽西兰则是以新冠疫情问题 咀嚼出席 虽然对于人权问题的关注 几乎是世界体育近年来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但是像北京这样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却不多见 多个维权团体对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表示欢迎 但是人觉得还是不够 认为运动员本身 企业赞助商和主要广播机构也需要采取行动 才能真正向中国施加压力 但是这对花多年时间准备参加奥运的无辜运动员来说 似乎也非常不公平 新闻观察采访小组也访问了民众对此事的看法 新闻观察观众好 我是应淳 关于全球抵制北京冬奥这件事情 我们来听听台湾观众的想法 应该有足够表达他们的立场 但是应该没办法阻止奥运继续进行吧 那如果站在人群上面 我们当然就是要跟着国际的方向一起走 一起去做抵制 让中国知道说这个人权的重要性 不能他为所欲为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官员一定是不能去参与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去 我觉得运动员那是另外一件 还是国际不一样的事情 他是跨越国际了 而且如果我们去那边有得奖 那又证明了我们台湾更厉害 对不对 那时候其他的国家也知道我们台湾 我觉得这个抵制还蛮 应该是蛮有效力的 不过应该还能再做其他的抵制 像是 像是直接关税提高 或者是禁止输出某些物品 也是可以的方式 我觉得如果要讲奥运证明的方面的话 我不觉得一定要以台湾的名义当初赛 以中华台北其实也是可以 毕竟我们跟中国实在是太密切了 个人不是那么希望 马上把跟中国的关系撕破脸 我希望目前维持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刚刚讲的第一句话 运动归运动 政治归政治 不能抹杀运动员的努力 运动员练习那么久 应该不能让他们没有机会表现 我对于冬季奥运 中共抵制周边其他国家 抵制运动员有妨碍到运动员 可以去比赛这样权利 不是很同意的 所以说希望他们可以跟进 我们奥运或者是民族国家的精神这样 北京只会在那边搞破坏 在那边乱搞一通 难道不该抵制吗 搞这种病毒 难道还不该这么做 还要去参加他的冬奥是什么玩什么把戏 人权的问题吧 我觉得抵制是应该的 因为他人权应该要释放出来 才能够知道全世界是自由的这样 所以我觉得蛮赞成抵制的啦 这样是消极的吧 只是消极而已 因为其实还是很多国家 他没有站出来讲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更多的国家 站出来力挺一下吧 积极的做法 我觉得可能就是 现在网路比较流行嘛 所以就网路上可以做一些发声吧 我觉得 就是那个彭帅他对那运动演的那个他都不是说很照顾啊这样 我觉得我都很赞成那美国日本的抵制 我觉得应该说连运动演都都不要去参加 就把它比较彻底的抵制这样 那要抵制的话那当然就是就是完全去抵制嘛 运动选手也是等于是不去参加 我觉得奥运的精神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把政治扯进来 就算是运动就要在运动场上解决 这是奥运的精神 而不是说你要把运动员然后跟这个政治挂在一起 那当然啦 这个这个目前应该前面说的很难嘛 政治始终跟体育挂在一起 但是当初奥林匹克的精神跟政治是没有关系的 而是人权跟运动 那当然有关系啊 如果说他的运动牵扯到人权的话 当然人权为上嘛 1894年在法国男爵古伯丁的创导下 国际奥会正式成立 奥林匹克精神强调相互理解 友谊 团结和公平对待 反对于种族 宗教 政治 性别 或其他理由 对某个国家或个人的任何形式的启示 以世界公民的博大胸怀 共同进步 面对一波波的抵制声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回应表示 政治操弄 而台湾网友更是直接回呛 会挺中国的 不是收了钱的 就是第三世界国家 到时候就会变成 共产党好朋友运动会 要抵制就像莫斯科奥运一样抵制了 更有网友直接问说 这样做有意义吗 有意义啊 被抵制以后 很难再给该国举办了吧 其实早在2021年6月23日 国际奥运日这天 全球有25个国家 发起了全球行动日 共同向国际奥委会及各国政府呼吁 No right, no games 反对人权记录不良的中国政府 举办2022北京冬季奥运 在台湾 有16个公民团体 也加入全球串联行动 举办线上记者会 表达诉求 中共政权长期以来 不但加深对于香港 新疆 西藏等地人民的人权侵害 亦从未放弃武力犯台的立场 违背奥运和平 友谊 团结的精神 已经失去了举办奥运的资格 在过去一年里 欧盟也开始谴责中国的香港和新疆政策 并以人权为由 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 在台湾问题上 遭到北京贸易胁迫的立陶宛 呼吁欧盟要团结起来 欧盟成员国之间 在对华政策上 他们的分歧依然存在 很显然 欧盟部分成员国 仍然对于中共存在幻想 国际活动人权近日发起 为人权得分2022活动 呼吁参加北京2022冬奥会的运动员 在赛场上 领奖台上做出象征希望和改变的 悉行手势 以表达对维吾尔人 藏人 香港人 南蒙古人 及所有中国侵犯人权行为 受害的声援 至于在2月4日开始的冬奥 会以什么样形式 展现在世人面前 新闻观察会持续和你一起关注 我们的新闻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点赞订阅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